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 今天是2020年5月14号,星期四 之前的视频里面我们聊过国内什么样的房子保值增值 国内是以北京为例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澳大利亚什么样的房子保值增值 这一集首先按照惯例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城市的选择 然后可能我还会再录一集讲一讲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因素 在这里呢,首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只有大城市才有房地产 只有大城市才有房地产 只有大城市才有房地产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在讲国内篇的时候 我们讲国内一线大城市的房产是硬通货 也就是说北京、上海、深圳这类城市的房产 保值增值的属性是最好的 而且明显好过其他的二线、三线、四线城市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成果都在北京、上海、深圳实现了 北上升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这里是和国际接轨最近的地方 只有北京、上海、深圳配得上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 也只有北京、上海、深圳配得上共和国站在21世纪巅峰时刻的那光芒万丈 北上升的城市定位就是世界级的城市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孩子高中毕业了要上大学 要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上学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再举个例子 大学生毕业了要找工作去哪里发展呢? 到北京、上海、深圳 因为这里有海量的就业机会和高薪机会 再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是个投资人 你要到中国来投资、做生意 你首选哪个城市呢? 当然还是北京、上海、深圳 因为你可能对其他城市根本不了解 非常陌生 首先进入北京、上海、深圳 能够给你足够多的回报 做好了才会向其他的城市去扩张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 包括人才、人口、政策、资金流入 都是房价最好的支撑和保证 都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都说明金户深永远涨 不可能跌 几乎没有下跌的空间和理由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国内有一部分二线城市本身也非常不错 比如成都、杭州、重庆、南京、天津等等 但是城市定位方面还是不可能和北、上、深圳 这三个城市来比较的 当然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那澳洲呢 澳洲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有很多方面差不多相似 也有很多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关于大城市这个概念 澳洲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澳洲一共全国一共才2500多万人口 而中国13亿人口 北京人口2200万 上海人口将近2500万 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全都超过2000万了 那深圳的人口呢是1200万 所以对于澳洲本土人来说 他们很难想象北京上海这个城市啊 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规模 想象一下 如果把全澳洲的这个全国的人口都装在同一个城市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对于完全没有来过中国的澳洲人来说呢 他们真的是想象不出来 一个上海市的人口和全澳洲全国总人口差不多 那么上海会不会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城市呢 可能很多澳洲人到了上海之后 才会发现上海如此繁华 他们可能会迷失在上海的十里洋场 澳洲和国内相似的之处就在于 中国有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超级城市 那澳洲也有悉尼和穆尔本这两个城市作为双雄 所以从城市选择的方面可以得出结论 悉尼和穆尔本的房产是硬通货 保值增值的属性是最好的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统计数字显示 2017年到2018年财政年度 穆尔本的人口增长达到了将近是12万人 全澳第一 其次是悉尼年度人口增长超过9.3万 截止到2018年年底 穆尔本人口增长率为2.5% 穆尔本总人口数已经突破500万 这个人口增长率在澳洲是首屈一指的 领先于这个首都领地的1.8% 和新南威尔士州的1.6% 穆尔本的人口增长和增速都是全澳洲第一的 其人口增长绝大多数是从海外移民过来的 是65% 超过了7.76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大概是在30%左右 这个自然增长就是新生儿的数量 然后还有另外的5%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国内的移民 什么叫澳大利亚国内的移民呢 就是从澳洲的其他城市搬家到穆尔本 到穆尔本定居的生活的人 这也说明穆尔本不仅对海外移民有吸引力 对澳洲本地居民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如果看人口密度的话 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人 西尼的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3人 是穆尔本的3倍多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字还显示 在过去的3年中 穆尔本地区人口增长了46万 西尼增长了30万 这意味着已经拥有500万人口的穆尔本市 每天增加的人口超过300人 按照目前人口增长的速度 穆尔本的人口可能会在2026年 赶超西尼成为全澳洲第一大城市 还有数据显示 从海外移民到澳洲的人 绝大多数都会选择穆尔本 或者说西尼来安家 很少一部分人可能会去到其他的一些州 或者是说城市 讲完人口增长速度 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的数量 其实毫无疑问 澳洲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很多留学生毕业之后 会选择在澳洲当地留下来生活 找工作 然后结婚生子 所以大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 和澳洲的租房市场 是紧密相关的 悉尼所在的西南威尔士州 有11所大学 穆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 有8所大学 全世界所有的留学生 选择到澳大利亚的留学生 有80%的学生会选择 在西南威尔士州 或者是说维多利亚州留学 这就是源源不断的人口流入 再看看就业找工作方面 我们打开澳大利亚最大的 这个找工作的网站是 sic.com.eu 虽然有疫情的影响 但目前的情况是呢 西南威尔士州正在招聘的岗位呢 是13282个 维多利亚州目前正在招聘的岗位呢 是有12359个 除了这两个州之外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州 比如说塔斯马尼亚州 现在正在招聘的岗位 是545个岗位 西澳州是421个岗位 首都领地是2905个岗位 对比一下就能看出差距 大城市的工作机会 比小城市的工作机会 多那么10倍到20倍还多 再了解一下高薪岗位 那我这边说的高薪岗位 其实就指的是年薪10万澳币以上的岗位 西南威尔士州有6349个 维多利亚州有4499个 塔斯马尼亚州160个 西澳州108个 南澳州158个 大城市的高薪集会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 优势都非常明显 澳洲最大的两个城市是悉尼和摩尔本 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 就是在悉尼和摩尔本找工作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找的 移民大量涌入的城市 就业机会多的城市 高薪机会多的城市 就一定会有很强的经济活力 而且只要有大量移民涌入 对住房和租房的需求会持续增加 对房价和房租都有很强的支撑力 虽然澳大利亚也有布里斯班 阿德莱德 珀斯 霍巴特这些城市 在这些城市生活当然是OK的 没问题 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但是如果要投资理财 或者是说投资理财房地产的话 就要谨慎一点 简单说就是这些城市适合平淡过日子 想发财的话机会不多 珀斯的房产从2014年开始到今年2020年 连续6年下跌 而且每年是领跌全澳 几年前买的房子 你可能指望价格会涨一点 可是到市场上才发现 现在同样条件的房子 价格比你几年前买的时候还要便宜 珀斯在西澳 整个西澳几乎都是非常依赖矿业的 矿业城市就是这样 矿业繁荣的时候呢 房价暴涨 矿业衰退的时候呢 人走茶凉 房价不仅仅是暴跌 粗租都租不出去 没有人租嘛 而且不单止矿业 还有其他整个配套和相关的服务业都会受到影响 总之本地也没有创造什么新的工作机会和就业机会 所以资金人口都在流出 房价只能下跌 没有上涨的动力和空间 布里斯班的房子虽然价格不贵 租金低 但是持有成本比较高 比如说市政费 水费等其他费用都比悉尼要高很多 还有就是最近几年建了很多公寓 公寓 整个供求市场完全失控 完完全全是供大于求的 虽然布里斯班天气还不错 但是呢 自然灾害也要考虑到 比如说布里斯班 就是说这个昆斯兰州有洪水 这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和要规避的风险 这个洪水这个事情啊 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